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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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Hi! Camera 我是CALO 史丹里 今天就已经来到2024年的3月初的时间 这段时间通常就是很紧张的 紧张在就是要搞这一桶单 为何呢?就是这个报税的时间 报税时间每一年来说都是大概 大家一定要记住两个日子 就是这个4月30日 4月30日就是这个个人报税 如果你自己自顾的话 今年是6月15日 这条影片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今年的报税 我相信这条影片出来已经是3月 究竟有什么特别呢? 今次我来一个叫做蒸鸡班 不如今次来一个叫做鸡蒸班 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以扣税 讲到报税 之前也有拍过一些影片 就说 其实报税也可以自己报 其实上一年我已经是找会计师帮我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越来越复杂 我找多个人去帮我去检查一下 其实是一个稳定的做法 但如果你是打工 就这样拿着T4的话 老老实实 其实自己报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非常之容易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软件 说的是$20-$30 你自己买回来 就已经很简单可以报到税 看到有一些报税的软件 这里已经是全加拿大最流行的两只 就在这里了 话说其实也有一些免费的软件 可以做这个报税 就好像刚才超级市场 你看到这样 这些软件都可以到处买 而且价钱也不是很贵 如果你是想免费的 也有 简单单单 只是报一下T4 扣少少的货币的话 其实那些都可以的 当然 如果你说我真的不太熟 这个会计究究究究是如何呢? 那你先找回会计师吧 但如果你说 不,很简单 我想试试 其实这些软件都在说 指导你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他问你问题 你照答 很容易就已经报了税了 到最后还会告诉你 大约你的税款是多少 已经给了一个预算 每一个会计师都有他自己不同的做法 有一些比较简单 可能是你给他什么 他就照报 也有一些很尽责 每一件事都帮你问得很清楚的 但有时有些事情 都不是将所有的责任 都给了一个会计师 你起码都会有一些基本的知识 你知道有什么是可以扣 有什么是不可以扣呢? 那数字就等他去想 但你基本的知识你都要 所以今天呢 我就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鸡精懒人包 什么叫收入呢? 有什么支出呢? 有什么特别的贴士呢? 怎么可以投资又扣税呢? 那要报税的第一件事 当然是要知道自己有多少收入 总收入包括了你自己的薪金 你做兼职的一些收入 你放在银行支付户口的一些利息 甚至乎你有物业你收租的租金 那全部都是收入来的 那当然了 还有一些叫做投资的capital gain 是另外一样东西 都是一个收入 但是是另外一个计法来的 那加上了就是一个叫做总收入 有一样东西 大家和香港是一样的 就是个人的免税額 个人免税額呢 今年就是15,705元 简单一个例子 例如你找10万元 就减去你这个个人的免税額 15,705元 那所剩下的就是84,295元 那这个呢就是用来计税项 首先大家要知道税就分开两种 一个叫做联邦税 一个叫做省税 那两个大家都要交的 那两款都会有不同的税街 就根据你不同的收入 就给不同的税率 而省税就要看你住在哪里 譬如我是BC省 那就要跟随 BC省的税街去计算吧 要计算税率 首先我们一定要找出一个Texable Income Texable Income 就是你的总收入 减除一些Deduction Credit 而得出的数字就是Texable Income 所以我们分开两个吧 首先看联邦税 如果你的Texable Income 是由0至55,867元 就是乘15% 其后的Texable Income 由55,867元 直至11,733元 就是乘20.5% 而再说就是省税 省税就好像我们BC省 如果你的Texable Income 由0至47,937元 就是乘5.06% 由47,937元 至95,875元 就是乘7.7% 收入简单已经说了 其实在加拿大 亦都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借力打力 就不用拿很多钱出来 原来都可以赚到钱的 或者就算赚到钱 都未必需要交那么多税 去到最后就告诉大家 好了,说完收入 就和大家说一下开支 例如我之前两个女儿 是需要回Day Care的 Day Care的开支是可以扣税的 其实就好像做生意一样 因为我们要出去赚钱 那他们回Day Care 就自然是要减这个expenses 例如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医疗的费用 看完医生之后 买药的费用 那这些也是可以扣的 还有就是什么呢 有需要有必要性的 例如他们注了牙 注牙去看牙医 牙医要付钱的 那付钱的费用也是可以扣的 而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教育的开支 例如学费、书补费 是可以减的 不过这样是有些条件的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 刚才说的就是这个 non-refundable tax credit 接着就和大家说一下这个 refundable tax credit 这个才重要 最简单 我相信为人熟悉的 就是RRSP 只不过这样 这条片出的时候 已经截了纸 是请于每一年的3月1号之前 就要购买 它不是叫购买的 这个转账进去RRSP的户口里面 已经是叫做符合了 里面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喜欢买股票 买基金 甚至乎就是GIC 都没问题 过了这一天 是不是不能买呢 就不是不能买 只是扣年度 就变成2024年 就变成2023年了 那我之前曾经出了一些片 就说我自己就比较喜欢TFSA 那之后才RRSP 但今年为什么会买呢 话说小弟子上一年就是卖了一层楼 都会有一些capital gain 要卖楼了 这一件事是想了很多个月的了 那就签完了 那就没有了那一层楼 那就没有了那一层楼 另外上年的工作 相对地的收入是比上一年更好些 为了不要跳过税街 所以就要买这个RRSP 简单来说 RRSP 就是每一年你收入的18% 就是你今年的contribution room 但是这个是可以累积的 如果你之前没有买的话 你发现了 看一看你上一年的NOA Notice of Assessment 你就会看到自己 究竟有多少contribution room 或者大家只需要去你的CRA 你订阅进去 其实一按你就知道 你有多少contribution room 那那个数据是什么 那个数据就是 你可以买的RRSP的配额 很多人听得最多就是RRSP 快点买RRSP 哎呀我们拿回些钱 拿回些税 事实上是一个延税的作用 但是实质的作用 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呢 未必的 未必的 就看你自己的收入 那当然了 你找很多钱 很多钱的话 那就一定要买RRSP 这个就不用说了 给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 你知道了 联邦上刚才说了 大概了 10万元以上 就已经跳到上26% 那我当你用12万一年 就供2万的RRSP 那你的税街 就只是维持在20.5% 而当中你相差多少呢 哇相差又远了 你26% 那就是大概呢 你是可以拿回5000多元回来 你只需要将2万元的供款 放到RRSP里面 就可以省回5000多元 那你将这些省回来的5000多元 不是花了它 你再把它放进去TFSA 就是最好的方法来的 那只不过这样 大家就不要误会 你放了入RRSP 去到你退休的时候 你的收入没有那么多了 或者当是没有收入先 那你在RRSP里面拿出来 例如去到现在的联邦的税价 是15% 喂本身你要付26% 但是现在只是需要付15% 不是不用付 是仍然要付 不过呢 有一个东西呢 是很贵的位置 你当中你的RRSP里面 你赚取的 例如你在里面 买股票 你赚到一倍 100% 但是你拿出来的时候 都是要付税 都是要付税 大家一定要知道 而另外呢 有一件事我比较喜欢 就是TFSA TFSA呢 就是叫做Test Free Saving Account 那这件事呢 讲明Test Free 你放进去的东西 无论你赚300% 都是不用交税的 都是不用交税的 因为你放进去的钱 其实已经是税后的钱来的 所以每一年呢 我一定会用尽TFSA的额的 就算啦 我老实说 买这个GIC好吗 你有4%好吗 喂真的 一毛钱都不用交的 好啊 那TFSA的特性呢 和RRSP呢 其中一个最大的分别呢 就是它的contribution room呢 就是不同了 每一年定的 每一个人一样的TFSA 是RRSP呢 就根据你自己收入而定的18% 那是可以累积的 只不过这样 如果你在RRSP 拿钱出来呢 sorry 是不可以再放进去的 因为你已经拿出来了 对不对 而TFSA就不同了 TFSA是可以累积的 虽然呢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譬如 今年我们可以放进去TFSA的额 是7000元 每一个人都是7000元 我不理你多有钱 都是7000元 而你放进去每一分每一毫 所赚的钱呢 都是不需要交税的 有一样东西呢 大家一定要小心点 但当你放了钱进去TFSA 也好 RRSP也好 你千万不要留意拿出来 你拿出来 你以后放回去是不行的 你一做了这个动作的话 在政府的立场 你已经是拿了些钱出来的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点 因为我都出现过这个问题 我曾经试过做Transfer 就是TFSA 转到TFSA 已经是当你拿出来的 譬如你2024年 在TFSA的帐户里面 拿了钱出来 你不可以立刻放回去的 你要去到2025年的1月1日之后 你才可以再放回去的 作为一个精明的加拿大人 为一个好的搭档是很重要的 例如你的老婆 和你老公之外 其实一间可信的银行 是非常重要的 B毛就可以帮到你了 B毛为了协助新移民定居加拿大 B毛推出了 Newstart银行理财计划 由现在开始了 申请Newstart银行理财服务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高达2100元的奖赏 开启支票户口和指定的储蓄户口 更可以获得600元的现金奖赏 以及豁免了首年的支票户口的年费 以及近期大家最关心的全球转账服务 B毛就提供了无限制全球转账服务 方便大家把钱转出一转入都没问题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 立刻去到说明栏点击连结 就可以立刻去到Newstart银行理财服务的页面 趁着这段时间记得把握时机 刚才说完RRSP和TFSA 而其实上一年刚刚推出了一个 叫做FHSA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这件事就最适合你们了 我就没份了 因为这件事是给首次事业者的 现在刚来的年轻人就最适合不过了 其实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跟RRSP的作用差不多 不过RRSP拿钱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一样要交税的 一样就要当当年的收入 但是FHSA就是帮你上车的 最高只可以供款4万元 每一年只可以供款8千元 即是如果你每年供款8千元 即是五年就可以存到4万元 而在里面大家也可以投资其他产品 例如你做Saving也可以 买股票也可以 简单来说 例如你今年花5万8千元 你又将8千元放入FHSA 你需要计算的部分 就只是5万8千元减8千 即是5万元 而剩下5万元才用来计算 而最大的好处就是 当你在FHSA拿钱出来 例如拿4万元出来 它就不会像RSP那样 就要当当年的收入 那当然了 你是用这些钱 是用来首次置业 当是首期 律师费 Property Transfer Tax 总之是用在你首次置业里面 就可以用到FHSAU币的优惠了 所以这一件事 对新来的加拿大人 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你是打算在加拿大长住 结果都要组织家庭 买家庭的话 那我觉得首先要放些钱进去FHSA 之后才再想RRSP 有没有听过人来说 喂 想要赚钱赚这么多做什么 赚完就是要交税 那么辛苦做事做什么 做完就是要交税 那当然是的 的而且确你赚多了 其实交的税一定是多了 赚得钱就自然是要交税 不过在加拿大其实 都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借力打力 刚才在这个片头还没说过 怎样借力打力呢 我又有点实质的分享和大家说一下 说一些好处大家是开心点的 大家如果有追踪我的影片的话 都知道我2023年1月 那时候不是卖了一层楼的 那是收租物业的 因为现在利息上升非常贵 而当中你亦亦亦产生了一些叫做capital gain capital gain 你赚了钱自然是要交税的 但这些是开心钱 但当中有很多东西可以扣出来 例如你投资物业收租 我简单来算 我当你一年收租收三万元 但是原来你的利息开支 你的stratafee 你的property test 还有少少东西要维修 加上原来又是三万元的话 其实你一毛钱都不用交的 一毛钱都不用交 而你就可以拥有一个物业 所以为什么加拿大这么多人 就是会投资物业 看起来其实都挺好处的 当然大家就要看 究竟你收租收多少钱 你的回报率有多高 如果你不升值的环境底下 老实说 你现在可能赚1-2% 其实就好像不太划算 因为你这样放进去GIC也好 都挺厉害的 有没有听过 越有钱的人就会越有钱 为什么呢 当然有些人就说 有钱人资金红厚 他可以试很多不同的范畴 可以做不同的生意 但是其实没有钱的人 一样是可以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叫做Leverage 听到Leverage好像很害怕 好像做杠杆 一会输得很大 其实我之前几年都有做的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叫做Investment Loan 就是投资的贷款 他就会借一笔钱给你 而所借的钱你不可以拿出来花 那些钱是会直接投资在 比如一间保险公司里面的基金 这件事真的无本生理 因为你真的一毛钱都没有拿出来 你只需要给的就是每个月的利息 他借给你的利息 那你就有数计算了 如果你一年的回报有10% 而他借钱给你借5%的话 那你中间就已经赚了5% 当然投资就有风险 可升可跌 大家都知道 那这件事是供你长远去看的 是长远的投资来的 那这件事是合法的 那还有你所产生出来的利息 其实也是投资的开支来的 那这个就叫做借力打力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好了说完投资的部分 还有一些可能大家都没听过 或者你可能会知道 这两年其实多了很多特别的扣税方法 或者是一些rebay 有没有听过 这一件事就不用申请的 是根据你报了多少钱税 以及看你的家庭的收入 以及这个状况 他会自动 政府会给你一个rebay 真的可以说是买菜都有退税 但这个rebay 就是2023年已经做了 2024年会不会有呢 大家就要密切留意政府的公布 讲到rebay 第一个rebay就一定要讲的 就是刚才说的bmo的newstar银行理财服务当中 有一个叫做cashback mastercard 头三个月还有5%会增 想起来真的很有点好处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 大家有所不知 看新闻也有得退税 怎样呢 一个叫做digital news subscription expenses 就是你订阅一些数码的新闻网站 而你订阅新闻的费用呢 亦都在你报上的时候是可以进行豁免的 就是你订阅的费用的15%可以拿来扣税的 但是呢 就是一些比较知名的新闻网站 例如CBC 温哥华就是Wancouver Sun 而小弟的YouTube频道呢 没有份的 还有第三个好处位就是 搬屋也有得扣税啊 但是这个条件就比较高一点的 但首先就是你需要因为工作或者你要读书 而要搬来是以现在我们住的地方 距离40公里以外的地方 如果你因为这个原因去搬迁的话呢 你搬运公司的费用啊 存仓费啊 短暂住宿的费用啊 那全部都可以扣税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详情的话呢 那大家去回CRA的网站就可以看到了 而第四个好处位都不知道是不是叫做好处 以前你学生的贷款是有利息的 而这个利息是可以用来扣减你的税款 只不过这样 2023年4月1号公布呢 现在学生借的贷款是不需要利息 真的挺好处啊 那将来我两个女儿读书就不怕没钱了 她们自己借了 好了 希望大家就喜欢今天这个 加拿大布税鸡精懒人包 那今天全部都是我自己个人的分享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 更加详细的资料呢 那真的需要问回一些专业的人士 拿回一些意见的 不过呢 我觉得呢 大家住在加拿大这么久呢 就一定要聪明一点的 一定要精明一点的 所以呢 就算你有一个很好的会计师都好呢 我觉得大家都要做多些功课 去了解多些加拿大的税务究竟是怎样的 赚到钱交税就自然好 但是怎样合法去省到税呢 才够精明的嘛 如果想更加精明的话呢 那就记得去到说明栏点下连结 就可以去到Bmo Newstart 银行理财的页面 就可以知道它们最新最齐全的优惠究竟有些什么了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就记得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和 Share 好 笔